厨房妈妈将做好的昏桂和奶茶端上桌 透过客语向幼儿园小朋友 介绍这项传统小吃极致做方法 是点心里常见的配料 要好吃一点的话 就是大概就是用地瓜粉 做的比较软 加一点太白粉 比例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把它调好 调好做起来比较乱Q 在做的过程中都不能停手 蛮快的啦 做起来大家可以先下去学习 在吃昏桂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凉凉的 然后很好吃 那一般有时候他们在家里没有吃过 有的都是第一次才吃到 那他们就觉得很特别 那这个是手工现做的 我觉得也很好 草屯镇北投社区邀集幼儿园小朋友 祖孙同乐一起体验昏桂的制作 加入黑糖水后 就是一道好吃的点心 受到大家的喜欢 就是制作一些客家的美食 教他们说一些制作的方法 还有教他们客家话怎么讲 所以说可以说这个活动 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会非常的热闹 让我们的长辈还有小朋友 大家都非常的快乐 客家人大家都不是说很在意 事实上是 我觉得是传统的这个语言 还有文化 我们都一样都要把它保留下来 学习客家话 可以说多一下我们语言的技能 对大家都非常有好处 总共食堂客的客家美食体验 有厨房妈妈展现好手艺 带来马蜀 米苔木籍 昏桂等古早味 先元蔡明轩肯定草屯镇北投社区 推动被公照护站 落实老幼同乐 并且透过长者的协助 带着孩子学客家话 好啊 这边要感谢我们北投社区 这么用心的推广播公照护站 落实老幼一起共学的一个方式 也借由这种食农的教育 让孩子们可以一起来社区 来这边跟长辈们一起互相成长 互相交流 相信这个对我们的长者 跟社区是最大的一个帮助 北投社区希望借由美食的制作体验及品尝 以轻松趣味的方式 加深小朋友对客家文化的认识 记者洪一轮 草屯镇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